薄若无知 那是根本知 他不齐心不动念 那是根本知 其作用是有人来请教他 向他请教 他给别人讲解 那是无所不知 薄若无知 无所不知 那所以 他在设法界 映画 跟这些凡夫 面对面的时候 他是无所不知 不跟这些凡夫 面对面的时候 他是无知 无知跟无所不知 是一不是二 这个意思是 无知是什么呢 无知是隐 无所不知是邪 影线不同 众生面对面是缘 没有缘的时候 他影而不显 遇到缘的时候 他就从人 显露出来了 显露出来 无所不知 为什么 一切法 没有一法 是离开自信的 所以 见信之人 他就起入 这个境界了 学佛的终极目标 没有别的 就是将你铭心见心 祝福我如来 没有丝毫 嫉妒性 没有丝毫 障碍你的心 都是希望你赶快 回归自信 我们大家 所证得的 完全相同 在古佛的 证分上 没有意思好增加 在初震如今界的人 他也没有一分缺少 不震不解 不生不灭 得随身人 我们虽然没有震的 我们今天从 佛菩萨 圣教里面 听明白了 听懂了 那么就应当 学 佛菩萨 在一切境界当中 我们能够随顺 普贤菩萨教我们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为什么要恒顺 为什么要随习 知道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你这个随身是自然 佛家的术语 讲 法而如是 法本来就是这样 自在随缘 自在从随缘当中看到 随缘 从自在当中看到 那换句话 不能随缘的 他怎么也不自在 他烦恼 真正自在 自在的人 一定随缘 从这些地方 可以能观察到 误入境界 前身差别 能看到他修正的功夫啊 我可以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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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灯 我可以忽然 在这些地方 我可以忽然